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,台中荣总今年4月开办居家医疗,由医护人员为不便就医病患,提供宅提供医疗服务,这类患者常因控居家中服药物错误,小病托成大病,健康长期不佳等问题,反复急诊,住院,院方医疗团队结合大台中基层院所,打造居家医疗照护网络,为就医困难病人提供高地缘性, 个人化的医疗服务,其中98岁患者戴爷爷失智,作息日夜颠倒,被害妄想,常常伴夜乱喉喊救命,又因社护腺肾肿大无法排尿送急诊,虽然有外用照顾,家人人忙到人养麻烦,台中荣总高龄医学中心医师邻居盛说, 今年6月居家医疗团队出诊后发现带爷爷有急性瞻旺症,送急诊评估后收治到高龄医学病房,发现有感染,激励,体力降低等情形,完整治疗后出院,也建议改善家中预测环境,提醒睡眠,活动时间等,现在带爷爷回归正常生活,也踊跃参与社区的高龄课程活动。 另一位周爷爷未长期居住家中,也久未给医生看诊,居家医疗团队出诊看诊,高血压等慢性病,发现他竟是巴金森市症患者,家人还以为是正常老化衰退,未察觉病争,未病人服药,家属在未早改变照护模式后,现在精神和活动力都变好,能在妻子陪伴下出门赏花。 邻居甚说,就医困难,常见患者外出就医不变,失能,尤其子女,在外地生活或需长时工作,家中养老乡医,老人游看护照顾等情形,导致就医意愿降低,疾病尝试高血压,失智症与失眠,男性几乎有涉护腺肥大问题。 医师到家中出诊,除了看诊开药,最常提供的医疗服务,为药物整合咨询及身体评估检查,也做居家安全环境评估,发现家中常有缺乏面火安全装置,窗栏高度不佳,以致起身困难甚至跌倒等问题,建议改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